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推升总标金突破了900亿元天价 创下全球新高纪录 而针对电信业角逐的热门评断价格 不断冲高 官员是大为头痛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多次发文 希望业者能考虑建设成本 不要过度投资 呼吁理性冷静竞标 而行政院科技汇报办公室也提出了 考虑提前进行第二波的5G释出 以免产业过度投资不力发展 无大电信竞标5G平谱 却没想到标金成了时速列车 3.5GHz频段标金来到734亿 1MHz的平均标金超过2.71亿 总标金748.82亿元 直追南韩 德国 意大利 达到全球第四櫃 标金顾高主因除了评宽释出有限 加上电信业者要满足共评共网 得先取得评谱门票 对此行政院科技汇报办公室官员坦言 考虑提前释出第二波5G平谱 超出预算的标金将用于补助 电信业者各项建设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原先设定5G平谱 底标价300亿 预估标金收入440亿元 但上周正是跨过700亿大关 一旦如电信业预期冲破千亿门槛 未来5G定价资费恐怕高不可攀 也对产业不利 新台地市成真高救人审慧同 台湾台北报道 再来看到近年来智慧型穿戴装置的市场 是大幅成长 而苹果成了一大赢家 花旗银行分析师预估 苹果未来股价至少上看300美元 不过知名科技投资人则是认为 苹果股价至少被高估了100美元 外型设计时尚的AirPods 以及智慧手表Apple Watch 强劲的销售力道成为 拉抬苹果业绩的主力军 更有分析师预估 苹果未来股价至少上看300美元 根据苹果先前公布的2019会计年度 第四季财报AirPods Apple Watch等 可穿戴装置的营收来到65.2亿美元 年增率达54% iPhone营收为333.6亿美元 年减9.2% 而服务营收年增18.0% 来到125.1亿美元 创历史新高 不过知名科技投资人则表示 他认为苹果股价至少被高估了100美元 Polmix对苹果的股价估值为170美元 而他目前并没有计划购买更多的苹果股票 同时也指出苹果iPhone业务正持续恶化 非常类似1980到1990年代 在电脑市场中看到的成熟度放缓 而苹果2020年第一季的财报状况如何 将在2月4号一见真章 新唐人雅的电视赵婷玉整理报道 本周一新台闭盘中飙升1.7角 一度来到30.012对1美元 以让央行再度出手调节 外界担心科技业年底作涨行情有限 但是新台币汇率近期明显走升下 包括鸿海 合硕跟人保在内 合计潜在汇损恐怕达到百亿规模 专家表示厂商得密切关注汇率走向 提前阴影 台北外汇交易市场充满烟销位 新台币早盘飙升1.43角 来到30.060对1美元 下午盘再升值4.1分 一度逼近30.012对1美元 单一天升值幅度高达0.58% 汇市升值猛烈 逼得台湾中央银行再度出手 进场调控 汇率拉回收在30.135对1美元 新台币今年上半年走遍 下半年美中贸易战 产业链从中国撤出 汇率就此一路走洋 今年第四季 新台币对美元大幅升值3.15% 远高于菲律宾 泰国 印尼 马来西亚 到年底的话出口商都需要卖汇 所以每每到年底的话 其实都会有一波不小的一个 台币亚洲汇价的一个走深的一个迹象 台股冲上一万两千点 然后我们1月11号要选总统 所以两兆因素的影响 也加注了热情的一个涌入 台币强势 雀跃冲击科技业年底作战行情 业界出估 以美元收款厂商 包括下游组装代工厂 鸿海 仁宝 营业达 河硕 以及PCB族群 新兴华通等业者 潜在汇损恐怕上看百亿元 终观这几年来讲的话 2016年 2017年这两年 都有一个呈现台币大幅升值的一个现象 那当然也造成了 以出口为导向的一个科技厂商为主的 那造成不小的一个汇兑的一个损失 2017年新台币汇率极深 崩海集团光是业外汇损就超过百亿 专家建议厂商得看准时机提前避险 短期内新台币汇率还呈现明显强势 科技业可得绷紧神经 接着带您看到这一周的财经趋势等波 亚马逊Google 苹果等科技巨波 将在下周前往拉斯维加斯参加年度CES战 语音助理相关应用 渴望成为各家在CES的展出焦点 美国用户指出使用小米米家智慧摄影机 透过Google Nets Hub遥控 萤幕上出现的视讯画面竟然是陌生人的家 Google暂时封锁了Google Home Nets系列 以及Google Assistant的小米权限 台湾也受到影响 EUV大战在2019年开打 台积电首站完胜三星 无奈米将在2020年第二季如期量产 国发会本周表示 已经开始研议开放资料专法 预计在今年年底提出专法草案 期盼借由法律位阶提升 强化数位治理 活化资料应用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欢迎回来被指与中共关系密切的 网络电信设备商华为 去年2019年受到美国出口管制的制裁影响 全年销售成绩低于预期 华为在2019年的最后一天 首度表示 2020年首要任务就是生存 而外界分析 华为旗下手机没办法搭载Google服务 恐怕连中国消费者都不买单 加上美国两党都认为 华为涉及国安问题 华为2020年可能得面临多项挑战 对华为来说 2019年很难熬 美国司法部年初指控华为 涉及电信诈欺妨碍 释取商业机密等23项罪名 5月列入商务部出口管制黑名单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11月全票通过 禁止美国电信商购买华为 和中心公司设备 华为总裁任正非对外宣称 营运不受影响 但华为2019年全年营收 1220亿美元 不如原先预期成长的19.5% 此外公司并未公布的第四件营收 也被外媒路透社算出 实际上成长幅度只有3.9% 目前华为旗下的手机产品 并无法安装Google服务 最主开发系统鸿蒙OS 研发遇到挑战 资讯公司首席执行长 琼斯指出 华为2020年两大风险 一是5G拓展可能放缓 另外旗下智慧琴手机 能否在中国以外继续成长 华为轮值董事长徐志军 31号首都坦言 2019年业绩不佳 2020年首要任务是生存 10%主管可能面临辞退 美国总统川普12月20号正式签署2020年国防授权法案 两党共事 华为已经构成美国国家安全问题 五眼联盟中 美国澳大利亚和纽西兰 禁止华为参与5G建设 欧盟态度趋向强硬 预期2020年 美国对华为维持管制禁令 引运情况难保雪上加霜 新南地市沈维彤总和报道 接下来带您浏览这一周的重要财经数据 美国澳大利亚和纽西兰 电动车2020大爆发 带您直击台北新车大展 欢迎回来带您直击 为期九天超大规模的台北世界新车大展 今年一大亮点就在电动环保车 多家业者端出新品正面迎战特斯拉 也宣告汽车产业明年将迎来全新风貌 2019台北世界新车大展 垂起电动车旋风 多家品牌首次曝光 2019世界新车大展电动车超级夯 向我背后这台名字必须最新的电动概念车 就导入了最新的AI驾驶系统 外形超固旋 三个电动马达搭载SAWC四轮传动 未来能源更有效率 电动车当然不只是特斯拉的专利 国产商用卡车也开启电动化 在东京的车展 几乎每一家车厂它在谈的 都是未来的新趋势 那其实这个里面最快能够实现的 应该就是新能源这一块 可以看到它的车名叫做Rombus 正上方看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菱形 那它这个设计主要的目的 就是说这样的风阻会更佳 那更节能 所以更符合我们环保的一个趋势 看夜车席卷灯台 钻石光蓝紫光泽 迷你都会纯电动修律 内部座舱从满威来感 日系大厂Toyota在端武器 一旁新一代轻能源概念车 三分钟充满能跑一千公里 国产台湾品牌Luxian 最新MBU性能跑旅车 也要迎接新趋势 我们这部MBU未来也是可以 这个也有配置这个轻能源的 这样一个系统 未来的目标是300匹马力 这个动力性绝对非常令人惊艳 全球电动车数量大增三成 2020年估计达到600到650万台 保时捷第一台纯电动跑车 2020年第一季上路 德国两大车厂 奥迪Benz大走清明峰 都推出旗下纯电动车 明年车市很热闹 明年的总体市场 我们预估跟今年 总体市场是大概接近 但是在车辆的成长各有消场 那我们认为智慧车跟电动车 这个部分是会成长 台北车展连展九天 三十四家顶级品牌 四千个摊位 九天斩棋 预估参观人次突破四十万人次 也引领产业话题 新台南电视直见力审为同 台湾台北报道 但您看到下周有哪些重要的财经活动 谢谢您收看这一周的财经趋势四点零 我是赵婷玉 我们下周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